我以前去参加那个节目的时候 真的是好笑不好笑 我都在底下笑 对对对没事 当年沈阳哥上的时候 我在台下还是观众呢 言一避一整一天过去了 那一天他上去 我们进去看了所有所有的人 先破一号听的方便 先破了吗 我只是说我的见识里 我看的那几年 没有见过沈阳哥那么火的小品呢 是没错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准备就是自己 弄点新的东西 这个小品呢 我现在就感觉受伤 你是不太敢碰的 还是什么原因 就是没有 是你知道朗朗 是观众对他的期待直升 你为什么没有 那天晚上好笑 对吗 对 真的是起点巨高的问题 他太高了 你弄出了一个他就不好 他就会骂我 所以说我不敢碰他了 除非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就过瘾 演着也过瘾 大家看着也好 那时候其实我也挺检讨 刚开始红的时候戏接的多 这个刚演的两三天 你得想下一个戏 刚进入角色 八月得回来 所以小品现在我也是 基本我不敢碰了没的 哥 咱俩傻时候演一个 那你带着一个吧 你演一个 真的 小品呢 我现在就感觉受伤的很 我觉得你们特别强大 没有我们就是 不要脸过来说不好笑 怎么了 下一次就再说了 这次就是不会好笑的 其实我们都很努力 但是我们不如朗朗那种 你知道那种重复 枯燥 你也想 你也想连续练三十年 每天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我曾经说现在不能 他现在每天还要练俩小时 现在 他到哪 到哪 钢琴租到哪 我搬一个古典钢琴 你跟他隔壁屋 你能听到他弹 城上咱俩来个四 就是来一个 我看你今天刚才想动他那样 一会儿不弹琴 对 难受 他是真是爱这个东西 啊 来了 啊 好 来 弹 咱俩 弹那个拉德斯基进行曲啊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 来 接 每年那个维远纳新年会 那个 对对对对 下回五岁后那个曲 我就忘记 哈哈哈哈 每年新年 我成熟太霸了 对对对对对吧 我 让我们 舞蹈一声晚安 哎呀我们春游家族志同道合兴趣相投 我真的觉得这群人和他们待在一起是特别开心的那种感觉 这一批人 怎么会都那么可爱 就是真的很真 我其实是一个很宅 但是我又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跟大家一起出去旅游 我觉得大家都是有气的灵魂 然后就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也很舒服 我特别珍惜这个时光 很快乐我们就建立了 特别好的默契 感觉我们都互相地 更加了解对方 越来越喜欢对方 希望这两天交的新朋友 都能够成为交新的朋友 我现在特别期待 明天的旅程